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推论总是与事实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方明又迅速地来到了通天河边 那道禁止通行的河段 决心亲自地查探一番 在有着两颗定身珠和视恶剑的储备下 方明还是有足够的信心全身而退的 出现在方明眼前的是一道十分宽阔的河湾 不过 看着那一波万景的浩荡气势 这河湾用湖泊来形容 也是丝毫不为过的 远方的晚霞已经沉入到地平线下的夕阳 烧得通火 湖面上掀起了点点的浪头 就一如万千金里在不停地闪动 左方是一座突突起的山巒 那山巒向着湖心伸出 呈现出了凶狠的鸟绘形状 而在远处模糊到几乎难以看清的对岸上 竟然也有一座形态相似的山峰 与之遥遥相对 而这就不能不叫人感慨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巧妙配置 加上河湾旁边的鲁尾 在风中迎合着风不住的高低起伏 落在人眼中之后 无疑是一副绝美的风景 不过 岸边沙滩上累累的白骨 无疑在这样的环境里是大煞风景 那些骨骼有人的 有野兽的 当然 更多的是鱼类 方妮甚至看到了一根惨白的鱼刺 搁浅在了两块礁石当中 之所以要用搁起这个层 那是因为这根鱼刺的颜色和形状 虽然看起来同我们餐桌上面 见到的没有多大的区别 但是 这大小 却是千倍以上 那根鱼刺仅仅露在了水面的部分 都已经超过了五米开外 方妮凝视着眼前的水面 在她的眼里 这浪头的作用 仅仅是将夕阳的光芒 折射入自己的眼睛里 不过 她却知道 在专业人士的眼中 这些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浪头 却是在诉说着巨量的宝贵消息 这个道理就从艺术修养低微的我来说 只能够从那些西方的裸女名画里面看得出来 这些妞呢 都是地招碑 并且还有点下垂 而艺术家却能够一眼看出 这幅画是谁画了 与多少年画的 而更加重要的是 现在值多少钱 那是一个道理 方明回头望了一眼 三名机械血肉傀儡立即上前 当中的一个机械血肉傀儡 推着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具有典型的中亚人口的面部特征 离黑的脸上 皮肤皱纹 犹如黄土高原上的沟壳一样 纵横交错 这时 他的眼神里面 却是蕴藏着惊恐愤怒的复杂神情 左面那名机械血肉傀儡的手里 碰着一个托盘 上面呢 是五十钉 白花花的银两 右面那个血肉机械傀儡的手里 牵着一个男孩 方明悠然地观看了一会儿风景 这人的感觉就像是要将眼睛看到的东西都铭刻进心里似的 然后才弯前腰伸出左手 拿起了一块鹅卵石轻轻地磨缩着 随着手掌的动作 那个鹅卵石竟然被渐渐地磨平 然后粉末纷扬在了空气当中 哼一声燃烧了起来 老人的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但是 在他近八十年的生命里面 已经见过了太多的怪事 所以面前这个年轻人所做的事情 虽然是非人力所能为 但他依然能够保持住那种木讷的呆滞 但是 他骤然间动容了 伤痛地张开了嘴 用苍老的声音哑叫了一声 他激动的模样 修好则是见到了有贼进屋的忠实老狗 但是 血肉机械傀儡的手就好则铁钳一般直接握住他的手臂 人自于二十二世纪合金弹头世界的先进合子反应炉的力量 绝对不是这么一个梦魇世界综合评价仅为五点的老渔民可以抗拘的 老头子叫出来的原因呢 是方宁将那块鹅卵石从有磨缩到无之后 轻轻地将那只手放在了旁边的那个男孩的脑袋上 你开始已经用村子里面传说的禁令的理由 拒绝了我一次 方宁皱着眉头说道 这令我很不开心啊 所以 你现在就要注定受到一些委屈和恐慌 不过因为别人告诉我 你是这方圆百里之内最有经验的渔民 所以 你还有一次机会 现在开始选择吧 是满足我的要求 然后带着两百两文银和你的孙子回家去 还是 和你的孙子一起成为通天河水族的晚饭呢 老渔民浑浊的眼神里 浮现出了一丝亮光 你想知道什么 方宁指着面前灵灵的水面说道 我听说你能够从每一个浪头当中 看出造成这个浪头的是风还是鱼 甚至能够可以从浪头的大小形状 辨认出鱼的种类大小 老渔民冷淡的说道 不敢当 我是他们胡说而已 方宁的手指微微用力 那个男孩的头发忽然就忽的一声燃烧了起来 但是烧着的却仅仅只是头发和眉毛 甚至连下方的肌肤都没有烫到 方宁的眼神忧深的说道 你必须赶到 并且还要证明他们的话并不是假话 否则 否则后面的话他已经不用说出来了 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 老渔民深深吸了一口气 将自己的腰努力的挺的直了一些 又从怀里掏出一个葫芦 倒了一些气味古怪的液体 来抹了抹自己的眼睛 他现在已经明白了 和眼前这个人老老实实合作 是唯一的出路 那条是妥妥 这边这条是李子 左边的是白曼玉 靠中间一点的是 是什么 方宁的眼睛里闪现了一股亮光 是 达里特特罗 老渔民的眼睛里满是惊恐 达里特特罗 在当地的土话里面呢 就是指神圣的大红鱼的意思 而且当地也有传说 说是有人曾经捕杀过一头大红鱼 肉呢 用十八匹马呀 都没能拉完 鱼鳃呢 足足跟门板一样大小 当然 故事的结局是这个人和村子 被洪水吞没的 在现实世界里面 这种鱼也是有原型的 学名呢 叫做折罗龟 是淡水生活的凶猛的 冷水性 名贵鱼种 最著名的就是 新疆嘎纳斯湖的大红鱼 一般呢 长三至五米 最长的可达十米 哦 方妮的脸上露出了一抹 诡异的微笑 若不是通天和河水 竟然有一种诡异的妖力 居然连他的精神力都探测 穿透不进去 他又何必费这么大的波折 请这老头子借助他的几十年打鱼的经验呢 还有一小时十七分钟 方妮很随意地放松着自己的身体 忽然间一个悬身 手中已经凭空多出了一柄黑沉沉的鱼毛 这是从旁边的一名渔民家里买来的最大号的家伙 然后他奋力地将之抛制而出 根本袖石斑斑的黑色鱼毛 在空中发出了尖锐的力笑 毛尖上燃起了淡淡的黑盐之后 划过一道黑色的流光插入进了水中 没有波涛 也没有气泡 飞溅出来的水花在瞬间 就成了大量的爆发性的喷发蒸气 鱼毛的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铁链 蹦得笔直笔直 没入进了水中 给人的感觉就像方妮的手上 掌握着一头史前巨蟒的骨骼 凶残地扑入进水底 吞吃生命 然后方妮将这铁链一扯 一头长达五六米的红色巨鱼 就从水中扑腾翻滚着飞射了出来 周围的河水都已经变成了淡淡的暗红色 从他们的头顶呼啸而过 然后重重地摔在了河岸上 红色巨鱼吃痛在疯狂地扑腾着压倒了大片大片的芦苇 老渔民现在才知道自己先前拒绝这个年轻人是犯了多么大的一个错误 而自己还活着这着实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 但是一个诡异的声音 却将他忽然间吓得直接跳了起来 竟然是那条大红鱼在用尖利无比的声音讲话 你们 你们这些鱼蠢的驴蛋 大王将你们的吞子给全部淹没的 他的威胁声戛然而止 方林走到他的身前 一拳就将那个若货车车头大小的鱼头砸扁了 然后旁边势力的几名机械血肉傀儡迅速地扑上来 将这个家伙从肚子里面切抛成两半 一半抛进水里 另一半平瘫在了沙底上 方林仔细地查看着这条平瘫着的鱼身上面的伤痕 用这些蛛丝马迹来判断水下战斗的激烈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河湾的水面依然是那样平静地轻轻荡让着 看不出有任何的异种 至少在方林的眼里是这样的 但是那个老渔民定了定神之后 马上有大声惊恐地叫起来 远处十七丈有个大家伙正在靠近过来 老头子这时候此时变得这么的敬业的原因是 方林为了避免他消极代工 谎报军情的情况出现 已经命令将他的孙子带到了自己的身边来 而方林站立的地方却是连河水都能够将脚面侵蚀 方林再次抛刺出了那个已经被烧熔的有些扭曲的铁毛 这一次带来的猎物本体没那么大 不过比那条大红鱼要棘手一些 但是也仅仅只是棘手 他尝试用嘴一口咬掉铁毛 然后将这个家伙脱下水去 结果在用嘴咬到那根繁铁长毛之后 里面涌出来的热力立即令他失去了生命 这是一条先前在灭杀金鱼精的时候 就与方林他们打过交道的青鱼精 于是乎他就代替了那条大红鱼的位置 继续的挑衅引诱着水族前来上舟 青鱼精的尸体被残酷的分拨以后 浸泡在水里既是一种挑衅又是一种警告 很显然 其他的青鱼精或者实力还要刺上一级的大红鱼 就不会再白白跑上来送死了 因此下一次出现的水妖必然是更加厉害的 而这也就符合了方林来到这里的目的 方林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下水 他的控火能力少说在水里也要下降80%的威力 所以就计划着这么一级一级的引诱通天河里的水族前来送死 很显然这样的行为持续下去 必然会引出最终的boss 但是方林现在的时间有限 至于最后能够调到什么样的级别的家伙 试探到多大深度的敌人的能力 这就真的是听天由命了 随着时间的迅速的流逝而去 方林继续平静的站在了湖边 眼前的湖面上波涛汹涌 啄浪翻滚 那个老渔民的观浪之数就算是再强 也已经没有办法看出水下的情况 这一切只是因为先前出现了一头 之前都未曾亮相过的白曼精 方林惯例的一鱼叉抛刺了下去 这家伙也十分合作的一口咬住 然后被方林附带在鱼叉上面的爆发性的火镜所燃烧 啄得半死不火 之所以是半死不火 那是因为一来 方林的火镜在水中确实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制约 最主要的却是这一头白曼呢 却是双头的 因此他虽然一个脑袋的脑浆都差不多沸腾了起来 但是另外一个脑袋还能够担负起支配身体的重任 不过呢 就正如超市买一赠一的大优惠筹宾是一个道理的 这个脑袋获得了躯体的独立支配权以后 当然也要承受衍生出来的巨大痛楚 因此 水变自然就变得是浑浊无比 还不时有几缕红色冒出来之后 接着又被流水冲淡 可以想象得到那头白曼腰肯定是在水下疯狂的挣扎 四处的乱咬 见到母鱼就推倒 见到公鱼也推倒 嗯 口儿挺重的呀 方宁倒是很乐意见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事情闹大 闹得再大也不怕 哪怕是引出了大boss级别的妖怪 也无所谓 只要自己不下水的话 通天河之主金鱼精已经嗝屁了 还有梦魇空间出来给自己悄然帮忙 因此 无论来的是谁 方宁自觉自己想逃 还一定是能够逃得掉的 在看着这条白曼腰翻江倒海的同时 方宁还在向着水中心不在焉的随意的撒着一些东西 那头白曼腰再次跃出水面 激起水花极飞天际 但是方宁马上就看出来了 他不是心甘情愿跳出来的 而是被活生生甩出水面来的 水底下掠过了一阵阴影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乌沉沉的乌云压过了天空 方宁那个角度更是隐隐约约可以见到 水下仿佛有着浓重的一团阴影 仿佛墨汁一般不停地变换着形体 他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终于自己等来了一个像样的对手了 方宁将这腰微微的攻起 但是这个动作 玄令早已经躲到远处的老渔民 忍不住后退了几步 因为他感觉到 裸露在外的肌肤 似乎正在被沙漠当中的烈日炙烤着一般 浑身上下都是烧热一片 甚至还有几分被烧伤的痛楚 而且这种痛楚 还能够将人本来隐藏在心底深处的那种力气 渐渐地激发出来 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欢迎订阅